逆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Vivo X20全面屏手机 Vivo 其实我也是个运动员 我参加过我们健身房的平板支撑大赛 而且是冠军 毕竟我是老板 在晨语大会上 张腾岳老师有一个经典口误 在宣布场上比分的时候 说了一句 场上比分 2比1 屏 没想到呀 张腾岳老师这些年 在走进科学的同时 远离了数学 黄建祥老师 鸡摊马景涛 他那都是有台词的 其实黄老师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你知道 2006年的时候 黄老师写了一本书 叫做《像男人那样去战斗》 说自己是像男人 太客气了 黄老师 我觉得你很可能 哈喽大家好 占用大家几秒钟 我是瘦身营养师伊伊 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 通过不节食 不运动 健康有效的方法 减肥成功 这个是我好朋友 周鑫 生完孩子 体重达到了136斤 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 在复节时 无运动的情况下 两个月瘦了29斤 这个是佳佳 现在已经瘦了24斤 还有陈先生 也已经成功减肥 一个月瘦了19斤 如果您要想减肥 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请加我微信 AC119876 再重复一遍哦 微信 AC119876 现在评价伊伊为好友 还有机会获得 一一为您男生定制的减肥计划 我觉得你很可能 就是 黄老师啊 当年一时冲动 黄老师离开了解说岗位 是吧 最近又写了一本书 叫做足球根本不是圆的 你看看 太久没有工作 业务已经生疏到了这种程度 MISS电竞女王 梁海元 我健身方的欠费大王 祝你们幸福 其实我真的很羡慕MISS他们 对吧 现在游戏玩得好 都叫电竞 我们那时候就叫沉迷 我还听说 冯霄婷也特别喜欢打游戏 我觉得冯队 其实你的世界被梦想 完全可以在游戏里实现 对吧 你看游戏里没有年龄和伤痛的限制 最关键的是 在足球游戏里 你可以用巴西队 今天的主角冯霄婷 冯队经常说一句话 他说我们足球运动员 虽然没有文化 但是我们有知识 行方鬼 说得对啊 你确实有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 你就是力量太差了 作为中国的顶级后卫 冯霄婷经常被人指责 球风软弱 称他为眼神防守性后卫 作为一个专业教练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就是缺乏锻炼 来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今天还是很荣幸 能跟这些专业的体育人 职业运动员 世界冠军 还有国足统坛 我真的有一个当运动员的梦想 真的 我觉得一个运动员 永远不会满足自己过去的成绩 他们只关注当下 不断地去突破自己的极限 或是球迷的底线 当然最后 我还是希望 冯队和国足可以越来越好 以后不用再去背负太多的东西 更多地去享受足球的快乐 该退役就退役 退役了 也可以为国效力 对不对 足球运动员退役了 可以当教练 我们健身房就很缺教练 你到时候来了 可以给海员上那节私教课 当然不退役也没有关系 我可以给你上私教课 带你举铁 提高身体素质 毕竟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Rock 太不够了 没事 加油